好 我剛就跑回來了 我們今天來到了墾丁 這是我第一次要來參加 XTERRA這場越野三項的賽事 但是因為第一次參加 所以我今年只報名了鐵輪兩項 就是越野車還有跑步的部分 那我們待會準備要來去會場報到 還沒有來過XTERRA現場 其實蠻期待會場有什麼東西 那我這次參加的鐵輪兩項組 總共會有越野車23公里 還有越野跑總共是11公里 那其實我剛早上有稍微去試騎一下那個路線 真的沒有很簡單 尤其在河床 你騎一騎然後突然就會有一堆爛泥巴 然後你要想辦法過去 重點是我們回程的時候是騎跑步的路線 那個路線用跑的真的非常有挑戰 已經開始擔心自己明天到底能不能完賽了 好我們現在去報到 GOGO 樹上這個代表要準備開賽了 報到完成 接下來我們去領轉換袋 轉換袋領取 我們等一下已經準備出發去比賽了 剛剛我終於把我的裝備一次陳列開來 首先呢就是我們等一下最重要的夥伴 第一項呢就是登山車 那Offroad路線大概是23公里左右 所以他要有這個自己的號碼牌 然後我昨天有稍微騎過就有點髒 然後有帶個水撲 那我自己呢等一下還有背個水袋背包 因為擔心其實路程很長 而且我記得第一個水站7公里 7公里才會遇到第一個補給站 所以中間可能需要長時間自己補給 再跟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除了車子以外 還有帶了哪些人參布品 短袖短褲 然後也準備了全套的裝備 護膝護肘還有手套 那最重要的安全帽 打鞋 水袋背包 然後蠻重要的就是 大會有給我們一個這個急救包 心跳帶 護目鏡 果膠 這種電解質液 還有這個黃金AMINO 工具組 接下來來到路跑部分 第一項我要換鞋 相對於來講 在跑步當中 我還是習慣穿上我自己 平常跑步會穿上短袖 還有最重要的就是號碼布 果膠 然後補給品 小帽 水袋 然後這次還蠻特別的 因為墾丁大家也知道太陽超大 而且我去試乘就發現其實 太陽回來 你看我臉其實 昨天騎完還有點紅紅的 所以有準備等一下在出發前 先用一下這個防曬粉 擔心我等一下在賽道當中 會有一些賽傷的可能 我們先來擦吧 日本原裝進口瑞秋淮恩 唯一只做純粉狀礦物彩妝的品牌 對肌膚負擔小 任何膚質都適用喔 上妝前我會拍打一些化妝水 用衛生紙按壓臉部多餘的油脂 要讓氣色看起來更好 可以在妝前使用毛孔隱形妝前粉 修持毛孔粗大 賽事中長時間曝曬還會爆汗 就適合使用瑞秋淮恩的抗UV防曬粉 清爽不黏膩 上三層就有足夠的防曬效果 OK 我們剛剛已經完成紀錄了 我們把第二個轉換區的醫保袋先給他們 然後現在距離開賽大概還有40分鐘 我們待會是預計8點開賽 那今天的鐵人兩項 也就是月兩項 剛剛三項已經先出發 那他們現在正在游泳中 我們預計是8點開賽 那待會我們應該會先到後面一起集合 然後集體出發 今天天氣說真的 現在看起來算陰陰的 但我剛剛看了一下氣象預報 大概過了10點之後 晴空萬里 我記得在兩個禮拜前 我們去Ironman的時候 其實天氣差不多 大概是30幾度 其實還蠻擔心 等一下在後段的時候 因為在月跑路線 說真的是比較有挑戰性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如果又是晴空萬里 真的是蠻有挑戰 所以我在第二個補給區 我準備了比較多的水 希望可以適應後面的天氣 那今天不管結果如何 我覺得就全力以赴 因為也是第一次挑戰 像這樣的賽事 待會我們就期待 準備出發啦 5 4 3 2 1 開 1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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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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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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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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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越野撐山車真的不是想像中只有腳在踩 上坡腳超累 然後下坡的時候手超痠 因為控車其實要抓超緊把手 不然你一撞到很癲魄的就會直接噴掉 所以我現在手也好痠喔 目前已經騎乘了15.38公里 如果沒錯的話應該剩下最後的8K了 聽剛剛的工作人員說 還有一座山 加油 加油 目前已經騎了一個小時26分鐘 全身也都已經是爛泥巴了 我記得騎到後段的時候距離越拉越長 因為其實可以看到前後已經看不太到其他的參賽者 那其實騎到後面的狀態會開始覺得 你只能開始與自己對話 因為你會發現整條路段能幫助你的只有你自己 因為你要想辦法在上坡的時候克服 不要下來前車想辦法騎上去 但在下坡的時候速度很快的情況下 注意賽道的狀況 因為一不小心真的一失神 我旁邊就真的有人衝出賽道跌到零道裡面 沒錯 我也跌倒了 不要看這樣賽道好像騎起來非常容易 其實說真的 對我像這樣的剛入門不久的車手來講 騎乘的難度真的是非常有挑戰 尤其在技術不足的情況下 雖然大家普遍可能認為我體力還不錯 但說真的在這種技術難度的路線 雖然體力再好有時候沒什麼幫助 小心… 我幫你拉一下 然後… 哇… 我好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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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就是我得不寫著 達成目標 我三個小時內騎完 沒辦法跑了,用走了 腳快抽筋了 總共騎了 總共騎了兩小時 兩小時五十四分 我們先換一下衣服 我們現在結束自行車賽段 接下來準備轉換到跑步 真的自行車賽段有點硬 希望等一下跑步順利 進去再講啦 我剛剛那個 我們早上不是有擦那個防曬嗎 結果還蠻舒服的 因為其實剛爆汗 可是我手擦另外一種 就有點一直流出來白白的 臉其實都還OK 現在已經是中午11點 甚至沒有防曬不行 繼續出發越來越跑 夠了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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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出發 我剛在這邊休息一點 裝了一些冰水 現在的水袋背包 背在背後 有一種降溫的感覺 還不錯 現在是2.8K 下一個水戰是4.8K 不是應該是4.8公里後才有第二個水戰 GOGOGO 剛剛大腿突然閃兩下 差點抽筋 稍微伸展一下 前面是連續下坡 這樣就跌倒了 還好肚子有拉回來 太危險了 緩和一下 真的在跑到後面腳沒力的時候 要非常小心 你的想像跟你腳能做到的動作 已經很不一樣 不是想的就跟做的一樣 這個果然真的要練習 辛苦了 第四公里7分05 都是下坡 300.8秒速提升一點 肌肉也稍微可以適應一點 目前4公里還有7K 突然一個好倒下 8K 7分40秒 最後3公里了 這床就有很多二亂石 也是要非常小心 加油 終於跑出來 回到這個城市道路 昨天應該我記得到這邊 就是真的快到終點 剩最後一小段了 加油 看到像是會場了 第10K6分15 我們回到會場了 好感動 終於跑回來了 這比賽真的 好辛苦 先摔期重現一下 快送給你 快出現 快出現 快推進去 快點 快點 快噴開 快點 快點 快 剛剛最後一段小腿大腿全抽了 現在直接放鬆一波 直接給這個放鬆治療 稍微按一下 順便按一下頭 頭太痛了 剛剛按完膜 狂抽筋啊 今天真的是蠻硬的 我們來 成績已經出來 來看一下 我剛剛第一段腳踏車騎了2小時54分 我就算是有達到我的目標 因為我很希望可以3小時內騎完 因為昨天聽了他們講 選手都要騎一個半小時兩個小時 我覺得要加一個小時才有這個可能騎完 實際在這個自行車賽道 真的是 可能我真的騎太少 因為持續很多都是上坡然後很陡 那如果上坡完下來沒多久 又馬上在一個上坡腳馬上就快抽筋 所以很多時候我都會下來牽車 但牽車的時候 真的是 可能平常沒什麼在牽車 牽一天小腿快抽筋 然後不然就背快抽筋 真的很辛苦 所以單單車的部分 總共在23K 騎了2小時54分 我覺得算是 還滿滿意的啦 因為我自己設定的目標有達成 然後接下來第二項也就是跑步 跑步我們花了一個小時32分 90分鐘 其實我預設原本可能會跑到2個小時 因為我不太知道這個越野跑路線是什麼樣子 雖然看起來爬升都是下降 但其實我剛出發前2公里 走了很久 然後那時候超級絕望 我覺得 好累喔 怎麼我的團隊們 準備開車到終點等我 然後我還要自己獨自跑11公里 而且那時候超熱 然後腳踏車真的是剛騎到已經很沒力的狀態 但實際真的在2公里過後 開始肌肉比較適應 我後面就開始有跑起來 後面的均速都大概在7分速8分速 然後甚至到最後2、3公里我都跑到6分速 我覺得算是滿符合自己的期待啦 因為後面開始有追過人的感覺還滿好的 然後最難克服的就是天氣 因為天氣真的在後面 我跑到後面應該12點多吧 那個時候真的是太陽只要出零到 有時候就是直接曝曬 然後我後來直接把我的水袋拿去水站 撞到一堆冰塊 也不管那洗手水了 直接拿來喝 初體驗我覺得還滿好玩的 因為兩項過程真的是 平常很難有機會有機會 自己騎乘這樣 然後而且路線指引都還很清楚 然後我覺得整體的畫面 就是路線的畫面其實還滿漂亮 因為你可以看到很多各種多變的變化的領導 真的是還滿棒的 初體驗我覺得 下一次又不能再報 我真的要考慮一下 我真的覺得這間沒有準備真的很辛苦 那我的總成績是4小時36分18秒 然後目前總排是16名 然後分組排名是11名 所以有5個女生贏過我 太厲害了 好啦好熱 回去洗澡 這個米糠酵素結鹽粉 成分只有米、麥、碳 有淡淡的豆乳甘甜的香味 洗後的感覺很清爽 卻不會很乾澀喔 如果對瑞秋環恩的防曬粉 及洗鹽粉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點選下方的資訊欄連結 也特別給現在在觀看的各位 限定的套組喔 MING PA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